大家好,我们是天哪,凯蒂,凯蒂 那今天呢就是一期爱用好物的视频 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了 嗯,那在今天视频开始之前呢 不要忘记给我们一个三脸 那就继续往下看吧 那讲到第一个我今天要介绍的爱用好物 眼尖的宝贝们呢已经在评论区里面说 天哪最近肩膀直了 然后呢,凯蒂跟我拍视频的时候也总觉得 好像这边特别的 咚咚咚 有一天她忍不住 这么多 你们想知道我用了什么呢 她拖衣服了吗 电肩神器 是的,我呢,作为一个原健心人 我已经买了好多好多个电肩神器了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只要你的肩膀比较圆 想要练直脚肩 有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的宝贝们呢 都可以入一个 那我首先要说一下 就是你们最好避免这种比较肉色的 这种硅胶的 因为呢,配在这种白色的衣服里面 特别透颜色 所以这个呢 我踩雷了 那个之后呢 我买了一个透明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 人人都可以入的 一点都不透色 唯一的问题就是 万一遇到像这种 丝绸材质呢 它就特别容易滑落 当这种时候呢 你就需要入一个 肉色的布质量材质的 这样的话 你穿着呢 它也不太容易滑落 同时呢 像我平时是穿不了 这种衣服 因为根本肩膀撑不起来 但是这么一垫 就撑得起来了 而且可以显得 你的头肩比特别的小 所以我觉得 懒人一定要入一个 真的很爱了 然后接下来 我要来分享的东西 是近期我最爱用的 就是 假睫毛 是雪里奈他们家的 我这边有两个 不同的类型 我今天上演的呢 是这个507 这个的款式 主要就是 眼头的睫毛偏短 眼尾的睫毛也偏短 然后眼中的睫毛 是偏长的 这样就可以形成那种 娃娃眼 就是很适合我这种 性人眼 眼睛想要圆一点的人 我觉得这种睫毛可以用 然后另外一个 今天 天哪宝宝 在佩戴的 也是我平时会用的一个 也是雪里奈他们家的 AB2型号 然后这一款的区别就是 眼头也是短 但它的眼尾比较长 然后整体 佩戴上去的妆容的感觉 就是显得更 妩媚一点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根据不同的妆容 你想要不同的 眼型而去决定 你想要佩戴哪一副 那我自己呢 是觉得 它佩戴上去以后很轻 之前我很喜欢 带欧美的睫毛 因为喜欢换欧美的妆 就戴上去很重 然后总感觉眼睛上面有黑黑的东西 就很不自然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呢 很自然又很轻 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那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把店铺的链接放在这里 你们就赶紧截图吧 那看过我们之前视频的宝王呢 应该知道我们特别喜欢买这种室内的香氛 然后之前KT也介绍几款 全部都是祖马龙的 有些宝王就会说 这么贵学生党怎么买得起呢 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款 又评价又好闻 又很硬风的 一个Innes Free的室内香氛 然后当时呢 我们去店里面 把所有的味道都闻了一遍 最后呢 就挑中了这一款雪松味的 它这个闻起来那个感觉呢 就好像要讲故事了 春天的时候 你拿着个竹篮准备去野餐 然后里面的都放着橙子 这个时候 你在不远处看到了一个雪松 总之你就坐在了这个雪松下面 然后拨开了橙子 这时候风吹来 伴随着那种白花盛开的香味 在配着雪松这种很清新的味道 在配着橙子里面的那股清香 就是这个东西给我的感觉 当时开店里面 你也可以配那种阔香条 我就是配了一个花 这个花稍微有一点贵 人民币大概要40块左右了 我记得 但是放进去真的特别的美观 我觉得唯一一点呢 可能是个bug吧 就是我去店里面 看他们成年的所有的那个瓶子里面 都有那种干花 干草 我就想着买回来 应该也会有这个东西 结果打开来是没有 然后看了网上 大家也都没有 所以我想的那个 应该只会是他们拿来装饰的 但也不影响它的使用 嗯 好了 接下来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爱用的一个香水 这个香水可不是普通的香水 这个现在是风靡全网 全网最火的人的品牌的香水 那不就是我们吗 哈哈哈哈 好吧 其实是Kim Kardashian的香水 那就当然要提到卡戴山了 然后我之前也是在他的网站上面 看到了一款很好看的香水 我一看到就觉得 天哪 这个香水怎么长得那么高级 我也不管它味道怎么样 先把它买回来 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很好看 它就是一个罗奶茶色的一个瓶身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浮雕 Apparently这个是母亲姐出的 所以这上面是她跟她妈妈的一个浮雕壁画 然后呢整个平面就是前面的浮雕加盖子 都是磨砂的质地 结果呢我已经觉得摆在那边很好看了 不管它好不好玩 我想象中就是觉得卡戴山嘛 应该不会出什么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打脸了 对 然后现在就打脸了 这个味道就是很高级 就如果你们有闻过Gucci的那一款花月香水 和Tone 4的那一款白日之水香水 就两款味道也都很高级吧 这一款就是融合的那两个的味道 然后我上网看了一下 它的那一个前中后调 发现它这是一款晚香郁味的香水 就是那种甜甜甜甜 但是很有很有女人味 但又闻到又不是觉得很厚 我觉得受不了太沉重 然后到后来它有一点那个琥珀 再加上一点奶奶的香味 我就觉得 哇这真的很高级了 所以如果你们再找一款又高级又平价 因为这个的价钱 跟Tone 4它们比起来 这个就等于像是不要钱 我就觉得你们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一瓶 好那今天我要介绍最后这款东西 当然也是懒人的最爱 就是专门清洗刷子的喷雾 像平时啊 你又要用水洗 还用肥皂洗 然后再晾干 我觉得一天就过去了 这种时候呢 洗刷子 我为什么要洗一天啊 好吧你继续 总之呢我就觉得 你还让不让我介绍啦 我想到 你洗刷子就要洗一天 我就觉得 你是怎么洗它了 你要洗 那你要问它 然后呢要放肥皂 然后就说 哦对我还要吃饭呢 去吃个饭回来 好然后继续往上面一搓 不对不对我还有那个呢 再去拿过来 哎不对我是不是要边刷边看两个韩剧 然后去拿韩剧过来 看着看着就哦 哦哦 哦哦对对对我要洗刷子 然后再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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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如果你的刷子 被你的眼影啊 什么染色了 它是清洗不掉 那个时候 你就真的是得用肥皂去洗了 那这一款它最大的好处 我觉得除了它很快干以外 而且它还有消毒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 不仅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最爱 应该也是化妆师的最爱 当然了 MECA这个牌子是澳洲的牌子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们买不到的话 没关系 只要买一些类似的 就可以了 有消毒功能 能这么一喷 往餐饮酒上一擦就干净 我觉得就特别的方便 嗯 好了那今天的爱用物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你们喜欢 那当然如果你们想看 我们介绍其他类型的爱用好物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说 嗯 那么还是像下次一样 往期再见 我在说什么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 爱你 拜拜 拜拜 拜拜